刮痧第一个工具很重要 要怎么拿 像我们刮痧板是这样子 你可以这样拿也可以这样拿 看你要怎么刮 像我们如果要刮我们 督脉这里或胆筋这边 一般我们都会建议患者 微微低头 那这时候你可以在 我们要刮的地方上一些戒指 我们的这个婴儿油或腿拿油 那这时候用你的这一只手 拿我们的这个刮痧板 跟我们的皮肤 或者说我们要刮痧的地方 呈45度角 这样轻轻的刮 你看小麦没几下就出痧了 可是不痛 对所以我们说刮痧不要用蛮力 也不用来回 你就顺着这个轻松的刮下去 会出痧的轻轻的就出痧了 不会出痧的 你刮到天荒地老 它就是不会出痧 你看非常明显的刮出痧了 这叫痧症 所以可以看到 小麦它的这个痧是属于鲜红色 表示这个痧痛啊是最近的 那再者看它这个刮痧的痕迹啊 它多久才消退 如果它在两三天之内就消退 表示说它机体的恢复能力非常好 像有些人长时间熬夜 你就发现它的刮痧会推得非常的慢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从 都麦移到我们膀胱经这里 那这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要到这边 所以你也可以把你的刮痧板 直立起来顺着这个刮下去 也是一样45度 你看也没几下就红了 那医生我问一下 就是我出痧之后就可以停了吗 对出痧其实就可以停了 那这时候你也可以慢慢的往旁边 譬如说我们都麦这边出痧了 你可以把我们的刮痧板移到旁边 胆经的地方 胆经的地方没有几下也出痧了 再者很重要哦 我们耳下拉一条千锤线 到我们肩膀这里往前你去触摸 这边有动脉千万不要去刮它 因为动脉有些时候你刮的时候 造成我们的这个血栓哦 所以有些地方可以刮 有些地方千万不要刮 不要拿起刮痧板就随便刮一通 那你看小麦主持人 你看他的刹这么的严重 这是很常见在长时间要用电脑 长时间低头的患者身上 那如果刮完刹之后 这边用个热毛巾给他敷一下 那回去工作的时候 麻烦用个小毛巾 把我们刮痧板的地方把它遮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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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